有一名53歲的孫姓男子 在3月的時候 他住在高雄紫觀一間護理之家 但是在一個月之後 家屬突然接到護理之家通知 孫姓男子已經往生的消息 調閱了監視器之後 發現外籍咒服員在餵飯的時候 不管這名男子他已經摇頭拒絕了 仍然持續在餵食 造成孫姓男子噎到 其他的咒服員發現 也沒有救救護車 只是幫他抽談 後來這名男子回天乏術 亦讓家屬非常不滿 質疑護理中心有嚴重疏食 護理之家的造福員 發現孫姓男子在餵食完之後 頭往上癢 全身僵硬 沒有反應 連忙解開束縛 一旁的造福員也連忙過來查看 造福員發現孫姓男子 可能是吃東西噎住 趕快拿工具抽談 但最後還是回天乏術 家屬不滿地說 哥哥三月份才住進這一間護理之家 本來四月十七號要接他回家 沒想到前一天才接到護理之家 通知哥哥死亡的消息 但家屬對死因有疑慮 一開始護理之家還不願意提供監視器的影像 後來是在警方的協助下 才看到事發經過 家屬說明明哥哥就已經不想吃東西 還做出想吐的表情 但是造福員還是不斷餵食 等到哥哥噎到之後 造福員卻只有抽談 也不立刻叫救護車 才會害哥哥喪命 之前簽那個合約的時候 他如果有什麼事情的話 第一時間就是要幫他送醫急救 因為住民的呼吸已經很薄弱了 所以家屬來之後 他們就是決定說要讓他才順其自然的方式 所以他們自己也打電話 請就是葬醫社來 而衛生局調查之後發現造福員沒有護理人員資格 卻幫病患抽談 違反規定最高可開罰十五萬 還得面臨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市府也對護理中心開罰 最重可罰三十萬 而孫姓男子的死因 現在檢察官已經在調查釐清 記者 劉文發 高雄報導 P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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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賞去引甲 Cruz